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这就是中共国命运 世界各国忘记一件重要事情 中国地方公务员的铁饭碗要砸了 大势已去 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说说的 法院冻结444亿股权 中国宝能地产现资金危机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正经热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8月24号星期四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和分析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点赞 转发和留言会推广我们的视频 请继续观看详细内容 这就是中共国命运 世界各国忘记一件重要事情 对华金融投资的断流是一个意外吗 其实不是 经济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说 当今世界上 信任中共喜欢中共的 多多少少都有点像迂腐的东郭先生 甚至可能比东郭先生还迂腐 过去 中共只是个狼仔 又小又弱 于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当成了宠物 然而小狼被喂饱了 长壮了 他就要咬人了 那是他的本性 和中共做生意 谁都希望国际环境稳定 中共国与国际社会也保持和谐 这样中国的经济稳定繁荣 外商的生意才能顺利 但是 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都被经济全球化所蒙蔽 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 中共国不是民主国家 是共产党执政 共产党一旦有了一点力量 它就会试图扩大统治范围 破坏和平 这与其领导人姓什么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姓邓的以前戴牛仔帽 姓江的当年跳草帽舞 是因为中共还是狼仔 要讨好饲养员 而兴起的如今玩航母编队 扩大核武器装备 是因为自认已长成头狼了 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来的逐渐恶化 破坏者都是中共 凡是忽视中共真正战略意图的人 都不愿意面对以下四个基本事实 一 2020年初 中共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 美国海军基地去挑衅 宣称剑指珍珠港 二 在南海强行霸占公海 造岛兼七个海军基地 构建对美发射核飞弹的深海堡垒 三 不断扩大核武库数量 准备把核飞弹达到美国全境 四 最近与俄国一起派舰队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外海演习 进一步威胁美国 中共所做的这些一再说明 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放弃统治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野心 它现在正威胁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这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信任的政权 看不到经济全球化会养肥中共这头狼 那是国际战略上的重大误判 自由世界早晚会遇到中共对外霸权的威胁 这是经济全球化将重点遗失中国的必然结果 中国地方公务员的铁饭碗要砸了 中美报道 北京下半年已推出特殊再融资债券 供12个债务压力较大的省区发行 但其中一个发行额度较多的西南省份 需缩编20%的公务员 消息一出 财经网及网友将焦点指向云南贵州登省 财新周刊21号出版《怎样消化地方债》的封面报道提到 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共国务院高层 数月前部署了莫底地方隐形债务工作 过去两个月 各地方政府已上报 隐形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方案 报道还特别提到天津 云南 陕西 重庆等省市 或可在配额上获得更多支持 但同时指出 这次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较多的一个西南部省份 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包括将公务员缩编20% 这项报道披露后 引起民间热议 许多网友先是猜测这个西南部省份是哪一省 其中云南贵州是被猜测的最多的省份 猜贵州的理由是 省会贵阳市财政局5月间在2022年工作总结报告中 公开承认其债务形势严峻 后续化债任务面临较大困难 至于猜云南的理由 除了报道中被点名外 4月间云南多个县市已公开表达债务化解出现困难 而5月间在中国网络疯传的昆明城头专家会议纪要 更知省会昆明市未来半年将有200亿元债务倒机 但公司及市府省府都表态无能为力 主管更前往上海借贷筹款 而一个省份要缩编20%公务员 更令网友感叹 如今在民企工作有如风中残竹 曾几何时连公务员这种最安稳 福利最好的铁饭碗也要被裁 竟计情况如何 可想而知 大势已去 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说说的 河北经历的是被泄洪 而另一种泄洪是政府正在悄悄地把财政危机的洪水 吸到权力的低海拔区 匿名人士转文说 河北泄洪时 政府的操作若形容的粗鲁点就像尿床一样 半夜悄悄把水放了 然后代价是无数在权力格局中处于较低地位的人家破人亡 在面对由恒大 碧桂园 中植系等企业爆雷为代表的金融危机 他们处理的手法是不让破产 把无数处理的坏账拖下去 把危机冻结在金融系统之内 风险是谁承担 是银行 也就是把钱存在银行的普通储户们 面对财政枯竭的危机 现在看得到的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 堵住了想呼救 想发声的嘴 然后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疯狂敛财 从谁身上敛 从居住在权力格局中低海拔地区的人身上 为什么现在大搞医疗反腐 在这样的匮乏帝国内部 知识分子 靠技术吃饭的各种专业工作者 长期处于权力的低海拔区 财政危机的洪水 当然要悄悄往他们身上泄 不论你是怎么赚的钱 不论你那些灰色收入当初是怎样公开的秘密 全行业的通行做法 你积攒的财富都需要交出来 养肥的猪要宰了 洪水悄然上涨 政府面对的财政危机 正悄然演变为一场覆盖全国的财产权力风险之潮 洪水是无孔不入的 当它汹涌而至 淹没所有低洼地区 你只有逃往高处才能避过浩劫 政府正在把自身面临的财政危机 把历史接欠构成的天量债务 悄然转化为一场淹没所有普通人财产权力的洪水 这场隐秘的泄洪 已让您的财产权力 进入一片由特权暴行构成的污泥浊水中 大家好自为之吧 法院冻结444亿股权 中国宝能地产现资金危机 即恒大碧桂园等地产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后 中国宝能集团旗下宝能地产爆发财务冻结 综合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报道 据工商资讯显示 宝能地产7号公告 其100亿股权 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冻结 至2026年8月6号为期3年 实际上 法院执行的对象是宝能地产旗下的 宝能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而宝能地产是其唯一股东 拥有100%股权 除此之外 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 个人所持有的3亿元集团股权 也在15号被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冻结3年 至2026年8月14号才解除冻结 根据报道 姚振华日前在宝能集团2023年经营工作会议上表示 将持续推进流动性困难化解工作 推动理财兑付 资产处置 融资斩期及债务优化重塑等工作 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 报道指出 在会议后 宝能集团因资金链陷入紧张 开始拖欠员工薪资 7月31号 姚振华更在深圳遭到被欠薪的集团员工围堵 带头围堵者据传是集团旗下宝能汽车的一名副总裁 我们每天在副频道发表一个视频新闻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朋友们每一次暗动油管的特别感谢 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您的关爱和支持 尤其感谢纯粹为赞助我们加入会员的朋友们 我们没有做得更好回馈您的帮助 请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让更多人受益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